好,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准备进行瑜伽腹式呼吸的练习 首先请大家选择一种自己感觉到舒服的姿势 盘腿做好,不需要像老师一样 老师采用双脸花的盘坐 大家不需要像老师一样,用一舒服的姿势就可以了 好,注意我们的手艺 将双手、拇指和食指尖清楚,其他手指自然放松 如果你是第一次练习的话呢 可以将一只手掌轻轻地贴在肚脐上 好,闭上眼睛 保持脊椎的伸展 放松肩膀 放松面部 先自然呼吸 把注意力转移到鼻尖 先感受自然呼吸状态下 气息进出鼻孔的感觉 好,慢慢把注意力转移到腹部 心头学可以将你的一只手掌轻轻地贴在肚脐上 好,先深吸一口气 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地向内收 感觉肚脐去贴在肚脐上 感觉肚脐去贴近脊柱一样 吸气 腹部轻轻轻轻轻轻轻地鼓起来 整个腹腔轻轻轻地鼓起来 呼气 腹部慢慢地向内收起 好,继续 就这样进行下去 每次吸气的时候腹部放松 慢慢地鼓肚子 呼气的时候腹部缓慢地向内收 感觉右手随着呼吸一起 遗落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使内脏器官受到柔和的按摩 腹式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按摩到内脏器官 改善我们的消化系统 加速肠胃的蠕动 有助于排除腹中的浊气 身体的毒素 跟随你的时间安排 可以多坐一会儿 如果你找到了身体的感觉 可以将你的手印再次回到膝盖上 拇指和膝指间清触 其他手指自然放松 在呼吸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加上观想 每一次吸气的时候 可以想象 我们好像吸进宇宙间新鲜的能量 充满整个腹腔 呼气的时候 随着腹部慢慢地向内收紧 想象把腹中的浊气 身体的毒素 慢慢地呼出体外 每一次吸气的时候 每一次吸气的时候 让新鲜的能量充满整个腹腔 滋养身体的内脏器官 呼气的时候 可以观想 将所有你身体中不再需要的能量 慢慢地释放 呼出体外 通过一吸一呼 这个过程 使我们的能量达到平衡 我们的能量充满整个腹腔